第29题,丁丁想要以一代M的氢氧化钠水溶液,完全综合三支饰管中的盐酸溶液,则哪一支饰管需加入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体积最少? 我们晓得,要刚好完全综合就是氢离子的莫尔素要等于氢氧跟离子的莫尔素。 所以如果要加入的氢氧化钠溶液的体积最少,也就是它产生的氢氧跟离子的莫尔素最少,也就是它的氢离子莫尔素最少,也就是它的盐酸的浓度是最小的。 那么我们甲1丁3跟4管是稀释的,但它们稀释前的体积一样,加的蒸溜水也一样,所以如果原来的盐酸浓度比较大,那么稀释后的浓度就比较大。 如果原来盐酸浓度比较小,稀释后的浓度就比较小,我们就发现甲氏管我们的浓度原来是最小的,所以它稀释后的浓度最小,它所产生的氢离子莫尔素最少,所以它需要的氢氧跟离子莫尔素也是最少,所以它所需要加的氢氧化钠水溶液的体积也是最少。 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,则哪一支氏管需加入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体积最少,我们答案选择是A,甲。